苏从针线盒中翻出一个顶针 戴在右手的食指上 捧着莫德的脸让他张大嘴 然后他把带着顶针的手指伸进嘴里 准备帮莫德摸平那颗刺挠的蛆齿 起初闭着眼的女孩 情不自禁地张开双眼望着苏 饱含一种莫名的情愫 苏回望着她 不自觉地吞咽口水 仿佛被拉扯进一间情感的简房 无处可逃 他迷糊间感知到 朴素的姐妹情发生了变化 将她的心绞成一团乱麻 玩扑克给莫德算命 算最后一张爱情牌的时候 不知道是处于什么心理 苏悄悄把她扔掉了 她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却还是被莫德发现 但她没有声张 而是将上面的红心对折了 两颗鲜艳似火的心紧紧相依在一起 忽然 楼下传来造杂的声响 绅士来了 她来找苏赴一月之月 苏看着那人 第一次对她产生了厌恶的情绪 再看看兴奋不已 期待与绅士碰面的莫德